国际著名设计师Frankie Scheer,连美巴黎艺术家Francica, 推出个人2010春夏发布的主题《那边Zear》, 主题富有着东方主义哲学意味及别样寓意。 在本季《那边Zear》的发布系列中, 设计师Frankie Scheer用自己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世界融会贯通, 文化兼容并蓄的大趋势, 并以东方主义作为设计的核心, 灵感来源于对整个世界看向东方的变迁感物, 以及世界对东方文化的探索和关注。 设计师将西方的绘画语言, 国际艺术家的视角与时装巧妙结合, 在设计中体现出了各领域交融共生, 时装与艺术的跨界尝试带给人们生活更多直接的成果益处, 并且大胆地揭示世界连成一气的未来主旋律, 世界的那边Zear对于人们的意义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纪元。 从设计的整体感受上热情肆意, 色彩斑斓取代之前经济刷退时的暗牙与城门, 退去了冬季秀场的沉重压抑, 那边系列呈现出的是脱离黑色之后的阳光般的灿烂和多彩的视觉效果, 设计师从艺术家的绘画中得到深刻启示, Francika绘画的奔放热情, 西方的绘画方式,东方感的神韵, 都使那边显示出更多的艺术感与融合感。 从面料上轻柔质感的丝成了主体, 加之艺术的印花, 及其视觉冲击力的色彩, 层叠运用, 特别的处理工艺, 使得设计呈现出飘逸的层次感和丰富的表情。 本期与艺术家的跨界合作, 更加赋予本期时装一种洁样, 带有一点撒哈拉主义与中式风情结合的趣味。 极构上除了呈现出隐含的80年代强势风格延续之外, 2010春季伴随着跳跃的色彩, 时装外部的线条更呈现出流畅柔和的轮廓, 显现出一派女性的柔美和随和态度。 加之诸多的裙装飘逸感与结构上的层叠拼接手法的运用, 使整体结构更富有细节, 凸显出了艺术感和趣味性。 搭配及配饰上, 2010那边系列呈现出了醒目与独特的自我态度, 变化更加丰富, 设计师为此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视觉效果成为了首要重业。 视频和古灵精怪的搭配成为了塑造明星一般抢眼气势的杀手锏, 同时在视频的风格上, 那边采用了更多的天然材质, 如珊瑚、珍珠、天然矿石, 显现出天然的美感与民族风情, 同时也更加环保。 2010春夏那边Zear系列的跨界合作, 延续了这份品牌一贯的时装文化与艺术的交相辉映, 一脉相承, 坚持把东方情节带给世界, 并把那边给养于东方。